七十列传 管艳列传 管仲 名已无 适应上人 他年轻的时候常和豹书牙往来 豹书牙知道他贤名 有才干 管仲佳贫 经常占豹书牙的便宜 但豹书牙始终都对管仲很好 不因为这些事而有什么怨言 不久 豹书牙侍奉齐国公子小白 管仲侍奉公子揪 等到小白即位 立为齐桓公以后 桓公让鲁国杀了公子鸠 管仲被囚禁 于是豹书牙向齐桓公推荐管仲 管仲被任用以后 在齐国执政 桓公凭借着管仲而成霸 并以霸主的身份多次会合诸后 使天下归正于衣 这都是靠管仲的智谋才实现的 管仲说 我当初贫困时 曾经和豹书牙一起合伙做生意 分财力时自己总是多要一些 豹书牙并不认为我贪财 他知道我是家里贫穷 我曾经替豹书牙谋划事情 反而使他更加困顿不堪 陷于窘境 豹书牙不认为我愚笨 因为他知道实运有顺利的时候 也有不顺利的时候 我曾经多次做官 多次都被国军驱逐 豹书牙不认为我没有才能 他知道我是没遇上好时机 我曾经多次打仗时逃跑 豹书牙不认为我胆小 他知道我家里有老母需要赡养 公子鸠在争夺国军之位的斗争中失败 照呼为他殉难 我被囚禁遭受屈辱 豹书牙不认为我是不知廉耻的人 因为他知道我不因小的过失而感到羞愧 而以功名不显扬于天下而感到耻辱 生养我的是父母 真正了解我的是豹书牙 豹书牙推荐了管仲以后 情愿在管仲手下做事 他的子孙世世代代在齐国享有俸禄 得到封地的有十几代 多数是著名的大夫 因此天下的人不称赞管仲的才干 反而赞美豹书牙能够识别人才 管仲出任齐相执政以后 凭借着小小的齐国在海边的条件 流通货物积聚财富 使得国富兵强与百姓同好恶 所以他在管子一书中称述说 仓库储备满了粮食 百姓才懂得礼节 衣食丰足了 百姓才能分辨荣辱 国君的作为合乎法度 六亲才会得以稳固 礼义廉耻得不到提倡和发扬 国家就会灭亡 国家下达政令就像流水的源头 顺着百姓的心意留下 所以政令符合下请就容易推行 百姓想要得到的就给他们 百姓所反对的就将其废除 管仲执政的时候 善于把祸患化为吉祥 使失败转化为成功 他重视分别事物的轻重缓急 慎重的权衡事情的利弊得失 齐桓公实际上是怨恨绍姬改嫁 想要袭击蔡国 管仲就借此机会攻打楚国 责备他没有向周王室进贡经锚 桓公实际上是想向北出兵攻打山戎 而管仲就趁机让燕国重修赵公时区的政教 在科帝会盟 桓公想被继曹末逼迫他定立的盟约 管仲就顺应行事劝他信守盟约 诸后们因此归顺齐国 所以说 懂得给予正是为了取得的道理 这是治理国家的法宝 管仲拥有的财富可以跟国军相比拟 拥有设置华丽的三规台和国军的燕影设备 齐国人却不认为他奢侈僭越 管仲逝世后 齐国仍遵循他的政策 常常比其他诸后国强大 此后过了百余年 齐国又出了个燕英 燕平仲 明英是齐国来的一位人 他辅佐了齐陵公 庄公 警公三代国军 由于节约简铺又努力工作 在齐国受到人们的尊重 他做了齐国的宰相 每顿饭不吃两种以上的肉食 妻妾不穿丝绸衣服 在朝廷上国军说话涉及到他 就正直地陈述自己的意见 国军的话不涉及他 就正直地去办事 国军能行正道 就顺着他的命令去做 不能行正道时 就对命令斟酌着去办 因此他在齐陵宫 庄公 警公三代 名声显阳于各国诸后间 岳石傅是个贤才 正在囚禁着辅劳役 燕子外出 在路上遇到他 就解开乘车左边的马 把他熟出来 然后驾车将他带回了家 到家后燕子没有向岳石傅告辞 就走进内室 过了好久没出来 岳石傅就请求与燕子绝交 燕子大吃一惊 匆忙整理好衣帽道歉说 我即使说不上善良宽厚 也总算帮助您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您为什么这么快就要求绝交呢 岳石傅说 不是这样的 我听说君子在不了解自己的人那里受到委屈 而在了解自己的人面前 意志就会得到伸张 当我在囚禁之中 那些人不了解我 你既然已经受到感动而醒悟 把我赎买出来 这就是了解我 了解我却不以理相待 还不如让我继续被囚禁福劳役 于是燕子就请他进屋待为贵宾 燕子做齐国宰相的时候 一次坐车外出 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偷偷地看他的丈夫 看到他丈夫替宰相驾车 头上遮着大伞 挥动着鞭子赶着四匹马 神气十足 洋洋得意 不久回到家里 妻子就要求离开他 车夫问他离开的原因 妻子说 燕子身高不过六尺 却做了齐国的宰相 名声在各国显阳 我看他外出 志向思想都非常深沉 常有那种甘居人下的态度 现在你身高八尺 才不过做人家的车夫 看你的神态 却自以为挺满足 因此我请求您让我离开 从此以后 车夫就谦虚恭敬起来 燕子发现了他的变化 感到很奇怪 就问他 车夫也如实相告 燕子就推荐他做了大夫 太史公说 我读了管仲的牧民 山高 城马 青虫 九府和燕子春秋 这些书籍真是写得太详细了 读了他们的著作 还想让人们了解他们的事迹 所以就依次为他们坐船 至于他们的著作 社会上已有很多 因此不再论述 只记载他们那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管仲是世人所说的贤臣 然而孔子却轻视他 难道是因为周朝统治栓威 还公既然贤明 管仲不勉励他实行王道 却辅佐他 指称霸主吗 古语说 要顺势筑成君子的美德 纠正挽救他的过错 所以君臣百姓之间能亲密无间 这大概就是说的管仲吧 当初燕子枕服在庄公尸体上痛哭 完成了礼节 然后离去 难道是人们所说的遇到正义的事情不去做 就是没有勇气的表现吗 至于燕子直言禁见 敢于冒犯国君的威严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禁就想到竭尽中心 退就想到弥补过失的人啊 假使燕子还活着 我即使替他挥动着鞭子赶车 也是我非常高兴和十分向往的 一无成罢 凭重称贤 素乃实领 斗不眼尖 转或为福 威严或全 孔赖左任 使心直边 成里而去 人望存烟 再来 再来 试图